不知道你有没有被老师罚站过 那种感觉就像坐过山车一样刺激 不过学霸呢 一般没机会体验的 就比如说我哥 典型的别人家孩子 考上最好的英文学校 还是全校运动会的冠军 既懂事又听话 他就从未被老师罚站过 如果你要问究竟什么样的爸妈 才能培养出这么优秀的儿子 那我的答案可就要让你们失望了 你看 这个整日低着头不怎么说话 胸口还被邪剧顶出洞的男人 就是我老爸咯 他只是个普通的邪将 每次放学回家 他就是问我 而这个八面玲珑的女人 就是我老妈 她的嘴最能干了 比如到医院轮后啊 插队取水啊 跟司机砍架啊 她一出马 啥事都能搞定 所以她有个外号 叫侠盗罗太太 至于我呢 就是这个没心没肺的小孩了 上课开小差 成绩插刀报 调壁导弹 属我最厉害 和我哥啊 一个天一个地 所以我经常被老师罚站 每次他都让我贴着黑板报时 我都已经习惯了 这一次 他居然要罚我写300次 我以后要听话 如果这样有用的话 这个世界就不会有不听话的小孩了 我长大之后 想当太空人 对了 再告诉你们一个小秘密 你看这个女孩 她叫方飞 我哥很喜欢她 我也很喜欢她 本来我想把哥送给我的金牌 借她戴一下 但她想想 又说不用了 不如要个铜的 因为哥说 金牌她经常拿 铜牌她从来没拿过 哎 女人真麻烦 我和哥相差八岁 老妈说我们打起来狗咬狗 好起来穿同一条裤子 我们家有好多好多鱼 但是哥最喜欢这条红彩雀 你看 他天天照镜子都认不出自己 那么笨的鱼 哥就把他当宝贝似的 都不明白他为什么那么紧张 不仅折断我的冰棒棍 还跟我打起来 一大清早 哥把鞋擦得正亮 带着那条破鱼 去了方飞姐家 这才知道他家超有钱 哥连正门都找不到 而且他的鱼缸里 有好多哥都叫不上名的鱼 他担心红彩雀会断气 急忙打开袋子 要放进鱼缸里 而方飞姐却说 新来的鱼身上可能有病菌 要先隔离两天才能放进去 哥回来之后跟丢了魂似的 上课心不在焉 考试还会挂科 老爸都快被气死了 吃饭的时候 骂得哥都不敢抬头 因为他是全家的希望 偏偏这时 阿伯告诉我妈 说他两个月没供月饼会了 我爸听了 还以为是哥干的 更加恨铁不成钢 直接把手上的筷子 狠狠摔在哥身上 我害怕极了 偷偷躲起来 却被老妈揪了出来 小孩子能有什么心思呢 只不过是想自己 吃一整盒月饼罢了 每年过中秋节 明明老妈会买七八盒月饼 可是每人只有半个吃 其他的不是送给羊鬼子 就是送给满口脏话的臭嘴熊 所以我就模仿明星签名 偷偷卖明星像 供月饼会了 老妈骂我没出息 哥看不下去 把我抱到旁边安慰我 这种求而不得的感受 他最懂我了 在路上 电话听的阿伯告诉哥 方飞姐一家都要去美国了 方飞姐要走 奶奶也说要走 我问奶奶要去哪 她说我的日子快到了 要去苦海那边看爷爷 我问她 将来想再见面得怎么办呢 可是她说的我又听不懂 这天台风来了 雨吓得超大 哥被叫下去帮忙 没想到老爸 还盯着挂科的事不放 和他吵架 不一会儿风太大 直接把老爸挂倒在地 紧接着 招牌阁楼吹个稀巴烂 只剩我在楼上喊救命 老爸急忙来到阁楼叫我 却发现房顶都快被先走了 他用尽全身力气 才保住了房顶 老爸常说 做人最要紧的 就是保住一个顶 台风过后 家一扫而空 我们在外面食道 突然哥晕倒了 老爸把他背去医院才知道 哥得了血癌 爸妈没告诉他 只是到处问 哪里可以治我哥的病 有天晚上 我听老爸老妈说 要带哥去北京问人呢 可是去了北京 好像也没什么用 后来哥越来越困 越来越怕吵 就搬去医院住了 医院的楼好高啊 可以站起来穿校服 不过他再也没有回学校 也很少站起来了 医院的护士超级凶 抽哥写的时候 一点都不温柔 老妈都要心疼死了 他还安慰哥说 做人总要心 哥就算在医院 也很疼我的 教我跨栏技巧 可是他好敷衍我 看都没看 就说我跑得很好 我看出来了 他好像有点不开心 问他他又不说 哼 算了算了 他是我哥 送过一罐杯给他咯 他又不要 那红白旗 要不孙悟空 我可是从怪妙拿的 还有明星像 我已经偷了所有东西给他 他到底想要什么呀 我实在不知道 怎样才可以让他开心 以前都是他逗我开心的 回到家 老爸发现我书包鼓鼓的 把东西全倒了出来 骂我不学好 还不好打我一顿 过后他上来给我擦药 再一次问我 今天搞点什么呀 中文同英文 中文搞什么呀 职职服职精 木兰刀物精 不闻鸡绝心 为闻女贪心 闻女何所思 闻女何所益 什么英文呢 丁闻 阿们 隔天老妈要去看歌 老爸拿出新做的鞋 让老妈试试 这是特意为他做的 上边两朵花 花心镂空 这样老妈脚上的鸡眼 就能透透气了 老妈说 给这双鞋取个名 左边叫男 右边叫家 老妈整天教我唱这首歌 我跟他说 这首歌都不好听 妈说 等他看完歌回来 不喜欢就教我唱另一首 可是这晚 他好久都没回来 临近深夜 妈打了电话 老爸急匆匆去当铺 换了钱赶去医院 因为哥的血坏得太快 要书写 交钱的时候 妈看见了那个 深深的戒指痕 一把握住老爸的手 第二天 爸妈去给哥买粥了 方菲姐来到医院看歌 还带了一束花 酒别冲逢后 俩人又聊起红彩雀来 方菲姐说 再去买一条 这样就可以代替他 天天陪在哥身边 而我又被老师罚站 15秒 10秒 5秒 我一路飞奔到医院 奶奶说 如果你想跟亲人重逢 你就得把最心爱的东西 全都存起来 然后全部扔进苦海里 把苦海填满 这样就可以跟亲人重逢了 可是 我再也没见过哥 每个人都有一段 被岁月偷走的回忆 他在不知不觉中 偷走了我们的童年 童真 爱情 甚至偷走了挚爱的亲人 在幻变的生命里 岁月原是最大的小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